日本网友发布抵制中国产品的活动 你花的每一份日元都是将来他们设下你没心的子弹 这话听着是真耳熟 日本三万七粉丝的网红 平野雨龙网友表示 抵制中国产品买的话会让他们的国力加强 然后还有什么劳动问题 人权问题什么玩意的 刚开始粉丝比较纯嘛 评论区挺干净的 什么家电呢 只要写了made in China 还有食品什么的 立刻抵制 原产国写了中国绝对不买之类的 还有的粉丝表示 家里边就算有中国产的东西 新品他也不用了 直接扔掉 把大姐整老高兴了 希望日子民众都可以这样 然后呢就期待成果呗 发酵了几天之后 这个帖子火了 那可就不是你想咋样是咋样的 正常的网友来了 说回到家 怎么屋里全是中国产的呢 草 第二条 日本 这个名字也是中国赐的 要不咱改一个 然后下一个人说 要不咱把摊字废了 下一条 这个说的很 推主的爷爷奶奶 睡的那个木头盒子 九成都是中国产的 都扔了吧 扔地里 然后楼下说 对不起我做不到 我要打原神 不好意思啊 失态了 另一个网友表示 这就是对中国的仇恨教育的结果 不得不说 日本网友喷起来 还是挺畅快的 给大姐破了大房的 总之他不会放弃的 如果有什么 再给大家更新 感谢陪伴 记得叠赞 关注 评论 我们下期见